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国土安全部 5月13日星期三发表联合公告 提醒那些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病的美国研究机构 可能成为中国网络攻击活动的目标 联邦调查局表示 正在调查与中国相关的网络行动者和非传统攻击者 对美国的新冠病毒研究机构的破坏活动 说中国的网络黑客 试图在新冠病毒研究人员和网络中识别 和非法获取与疫苗治疗和测试相关的 宝贵的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数据 美国情报机构官员 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伊万尼娜 星期三表示 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威胁应对 已经成为美国情报部门对华工作的重中之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5月14日星期四发表声明说 美国政府谴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网络行动者 和非传统信息搜集者 窃取与新冠病毒研究相关的美国知识产权和数据 呼吁中国停止这一恶意行为 声明说 中国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进行了消极的行动 其在网络空间的行动是这些行为的延伸 美国网络安全与情报专家 埃菲·蒂米亚德斯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 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公司早在一个月前 就反映他们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的频率开始增加 他说 联邦调查局可以公开中国黑客的身份并提出起诉 但这种公开的羞辱手段对减缓中国网络窃取行为 只能产生微弱的效果 至于如何反制 美国情报专家说 美国可以私下或公开向中国政府表示 美国将进行一定的报复行动 也可以通过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 向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一些措施 或者通过关税来惩罚中国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相信你我们下方就会发展 美国的故事 因为我们下方就会感叙述 我们下方就会感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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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有一种交易的放射 是相机起来的